公元974年的秋天 宋太祖借口礼遇 绝强不潮 发兵十数万 正式蒸发南唐 那么宋太祖究竟是如何指挥这场战争的 当大宋的水军 步军骑兵 共计十数万人围攻金陵城的时候 南唐国主礼遇 又是怎么应对的呢 进去收看系列节目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 宋太祖第29集 六目并进 在宋太祖统一的道路上 他一贯遵循不战而屈人之兵 先与后兵 恩威并用的策略 因此在大宋对南唐用兵 准备妥当之后的开保七年 也就是公元974年 仍先后两次派遣使者 前往金陵 动员南唐国主礼遇主动入朝 然而对大宋王朝一向委屈求全的礼遇 在手下的捕获下 这次却对宋太祖断然说不 倔强步朝的礼遇 解决了大宋万事具备 只差借口的问题 于是 在开保七年九月 宋太祖发兵十数万 战船数千职 正式征伐难谈 李玉可以对宋太祖说不 但是 他有说不的能力吗 江南能否抵挡 大宋军队的多路进军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 宋太祖第29集 六路并进 赵匡印灭难堂 我们要讲两个问题 第一 赵匡印怎么打 第二 李玉怎么应 怎么来应付 大宋对他的围攻 我们先讲第一个问题 就是赵匡印的部署 赵匡印对南堂 确实是做到了 充分准备以后 才开始兵发南堂的 兵发南堂的时间 是公元974年 也就是赵匡印的 开保七年九月 去共发南堂 派的军队 一共派到十几万 这十几万军队 他分作六路出发 这个六路军队的出发 听起来的话 不太好记 我把它概括了一下 他这个攻伐南堂的 这个部队 大体上的部署的总的安排 是一一二一 这么一个部署 为什么叫一二一 这四个数字呢 第一个一 是一个总原则 第二个一 是一个进攻中心 那个二 它是两个进攻的方向 最后一个一 是一个侧翼牵制 就是他这个打南堂 他总的部数 是个一一二一的 这么一个部数 我们先看看他的 这个总原则 赵匡印兵法南堂的总原则 我们可以概括成六个字 这六个字叫 物暴略广威信 这个物暴略广威信 它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不要把南堂 打得血淋淋的 一定要让大宋朝的文德 让南堂人服气 这就叫物暴略广威信 这一次他派出了 六路大军的总指挥 叫曹斌 就让罚西蜀 那个最稳当的副司令 曹斌做总指挥 而且给他交代了几句话 说南方直视一意为轻 谢武暴略声音 物广威信 使自归甚 不须及激烈 这段话不就说 打南堂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不要暴略声明 一定要物广威信 然后不要急着把 让他们自己最后归顺 这是一个总原则 为的显示 对曹斌的支持 赵光印还亲自给了曹斌一个上方宝剑 这个上方宝剑 威力非常大 赵光印给他的时候 曾经下了个令 这个命令就是 副将以下 不用命者战 主将曹斌 那么还有一员副将 副将以下的人 谁不服从命令 你可以 你自己临时处决 不需要上报 这是第一个一 总原则 第二 中心 打南堂的中心 因为南堂很大 整个江南 十九个州的地方 怎么打 赵光印的决定就说 哪个地方都不打 就打南堂的都城 金陵 把金陵打下来 南堂就灭了 为什么要确定这个中心呢 两点道理 第一 它是南堂的国都 第二 南堂的特殊地理 地理情况非常特殊 南堂特殊到什么地方来 它是在一个 江河纵横的一个地带 南方打仗 南堂那个地方 福地很深 周旋的余地很大 所以在这个地方打仗的话 如果你要逐一的攻城 那会导致 失老兵疲 所以最好的打法 就是把它国都给打下来 就可以了 一一二一的这个二是指什么呢 指两个进攻方向 也就是在金陵 以金陵位中心 东西两个方向 加击金陵 西路军 曹平是主帅 这个西路军呢 他又分三路来进军 第一路 是攻城兵 赵黄印把当时北宋都城开封的建筑师 全部征集起来了 搞建筑的这帮人全征集起来 这帮人的任务是干什么呢 这帮人的任务是修长江大桥的 要在长江上架一座浮桥 地点是在哪儿呢 地点是在今天安徽马鞍山西南方向的采石集 在那个地方 架福桥 这是第一路 工程兵 第二路是陆军 陆军来的任务 是直接插到 马鞍山对岸 就马鞍山北岸的那个河州 也就是今天安徽的河县 要在这儿 等着大桥一架好 就过来 等着过江 这是第二路 第三路是水军 这是曹兵带的 他的任务是 首先打下池州 然后沿着池州 向东打 把马鞍山拿下来 曹兵的任务很简单 曹兵的任务就是 第一 保障架桥 第二 保障陆军能够过江 第三 保证东陆军的围城 这就是曹兵的任务 东陆军是两路 东陆军一路来 他用的是吴越 就是在杭州的 那个半格局政权的吴越王 前处 给他的任务 叫他从杭州出发 先打下润州 就今天江苏的镇江 把镇江打下来 然后从东边去包围 这个金陵 也就是南京 第二路呢 就是北宋的水军 从汴河进入长江 然后赶到润州 何为金陵 还有一个侧翼牵制 这个侧翼牵制呢 是在整个军队部署行动之前 他派了一个人 这个人呢叫王明 他原来是现在广东韶官 那个时候叫韶州 韶州刺史 他把他调到湖北的黄冈 当时叫黄州 担任黄州刺史 给他的任务 就是当曹兵围攻金陵的时候 那么他的任务 是打武昌 牵制住南唐在江西的军队 这就是整个攻打金陵的军事部署 第二问题 赵宏英这个部署 打得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 叫非常顺利 这个顺利的 让人感到有点吃惊 怎么顺利法呢 曹兵是从公元974年 就是开保七年的十月 从荆州出发 他很快就打到了 今天安徽的池州 这一路上几乎没有打过仗 到了池州以后 就连一仗没有打 就把池州拿下来了 池州是个重要的据点 拿下池州就等于是占领了 长江南岸的一个重要的根据地了 再往东就可以到马鞍山去了 那他为什么能够这么顺利地 拿下池州呢 是因为大宋的军队 是沿着长江北岸走的 沿着北岸南下的 因为当时大宋给南唐 就隔了一条长江 大宋是在北岸 南唐是在南岸 曹兵的军队是沿着北岸 顺江而下 所以给南唐军队的一个错觉 好像你是在执行一个正常的巡逻任务 所以南唐认为是例行的寻疆 就没有在意 一直快到池州了 曹兵带着他的军队突然从长江北岸 横渡长江打到南岸去了 往池州去了 往池州去的时候 池州的守军开始还以为是 大宋的军队 寻疆 还准备了很多靠劳品 准备慰问军队了 等到跟前一看的不对劲 不是例行的寻疆 是来夺池州了 但是为时已晚 所以池州的守将 干脆撒鸭子就逃了 池州城不占 而落到了曹兵的手里面 这池州拿下来太重要了 池州拿下来的同时 赵匡印的工程兵 在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在今天安徽的淮宁 有个地方叫石牌口 在这儿搭了一个浮桥 这个浮桥在石牌口这儿 把它做成了 而曹兵拿下池州以后 曹兵的动作非常快 他迅速地沿着长江的南岸 一下子就打到今天的马鞍山 马鞍山是个重要的一个要塞 这个地方驻扎着 有两万南唐的军队 但是他没有防到 曹兵这么快就打过来 所以马鞍山的军队很快就溃败了 这个溃败以后 采石极就落到了大宋的手里面了 这里边我说一下这个极 这个极的是十字旁 加一个几个的极 这个极的原意 是指那个比较突出的石头 这个有极的地方 它很容易建桥 它两边是石头 极面又很窄 这是最容易架桥的地方 所以占领了采石极以后 曹兵就奉命 把原来的石牌口 已经修建好的那个长江大桥 把它整体搬迁 移到采石极来 这是个创举 把修好的一座桥 已经修好的一座桥 顺着长江 把这个桥 让它一直挪到采石极 这个采石极 建这个桥 就是范若兵当年 良好的距离 多宽 多长 把这个桥挪过来以后 用缆绳把它一固定 刚好成为 在中国历史上 长江的第一座浮桥 就达成了 这个桥有三大特点 第一 它是历史上第一座浮桥 第二 它是整体迁移过来的 第三 这个桥修建的时间很短 三天建成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韩兰 其实 早在宋军刚刚开始 建造浮桥的时候 南唐国著李渔就听说了 但却不以为然 认为在长江上搭建浮桥 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然而 李渔万万没有想到 采石极上的浮桥 不但搭成了 而且大宋的军队 也顺利渡过长江 于是开保八年的二月 也就是公元975年 曹斌潘美所率军队 从西面支付金岭 开始准备围攻金陵城 那么在金陵城的东面 战况又是如何呢 东县打了也很顺 东县的是 这个吴越的军队 他首先打了长州 打了长州 然后去打润州 就今天的镇江 问题出在南唐的镇江守将 出在他的身上 镇江的守将 李渔派的谁呢 派了他最亲信的一个人 这个人叫刘成 他封他为润州刘厚 让刘成去守 李渔和他告别的时候 两个人还说了一番 非常这个知心的话 这段话的意思说 我是离不开你的 你也离不开我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 我只有让你离开我 去担负一个重要使命 给我守住润州 这个刘成离开金陵走的时候 还真像那么回事 刘成怎么走了 刘成走的时候 把家里的金银财宝 全装车拉走了 他对外 他还放出一个口风 他说这些东西 全是我们国主赏给我的 现在是用钱的时候 我把我的家财全拿上来 作为军费 所以李渔听说以后 心中还窃喜 认为用对人 接着刘成从金陵赶到润州以后 做了四件事 第一 叫做事良机 到了润州以后 这个吴越的军队来了 在城外安营扎寨 这个寨还没扎好 所以他手下人建议他 打 刘成说不能打 白白的浪费了一个大好的机会 再跟着 是李渔又派了一个大将 这个人叫鲁将 他曾经当年建议先把这个吴越给灭了 结果李渔没有听 所以这个鲁将来了以后 刘成又给他闹不团结 派了一个人来帮他守城 他给他闹不团结 第三件事 他就准备降送 他怎么做的呢 来这个鲁将 刚好有一个查口 这鲁将 发现他的副将 不守规矩 他要把他处死 但是这个处死令还没有下 这个刘成就把鲁将的副将给招过来了 说你们的主帅生气了 你的情况很危险 马上要杀你 现在我给你指一条活路 今天晚上你就出城 到哪儿去了 你到大宋的军营中间去 联系咱们降送的事 这个守将当时就吓蒙了 虽然他感谢刘成的活命之恩 但是他觉得这样做 要降送的话 就是太大了 他说我家里的老小都在金陵 万一我投降了 李渔一生气 把我的家人全咔嚓了 那损失就大了 刘成给他说 别考虑了 我家一百多口也在金陵城了 现在事情急了 咱们只顾咱们自己 谁都不能管 这是第三步 他已经暗中准备投降大宋 第四步 支走这个鲁匠 他觉得鲁匠派来这个协助他防守这个人 太碍事 但是这个人怎么打发他走了 这个刘成想了个办法 他就告诉这个鲁匠 他说我听说金陵 国独金陵现在非常危险 金陵危险 如果金陵一旦失守的话 咱们给这儿守这个润州 就毫无意义了 所以现在当务之急要保住金陵 国独不能丢 鲁匠来听一个话意思就马上明白这个意思了 他说 刘成啊 你是守将 你肯定不能离开 那么救国独的任务 只有我去承担了 这鲁匠带着军队 就出城 出城以后了 这个鲁匠也没有到金陵去 他跑到哪儿来 他跑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就在那儿 这个驻扎下来 不去救金陵了 等鲁匠一走 这个流程马上召集所有的将领开会 他现在非常危急了 现在危急到什么时候来 危急到我们这个润州已经不保了 所以为了大家的安全 咱们得想个办法 把这个降颂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了 结果所有的官兵都嚎啕大哭 这个时候刘成恐怕发生兵变 他就恫吓当时的南唐的士兵 他说你还记得当年的楚州吗 当年后州打楚州的时候 楚州是死守 死扛着守 最后城被打下来的时候 后州对楚州实行了屠城 把整个城里的全给杀了 所以在这样的威胁之下 没有等人家打下来就自动向大宋投降了 这一投降 东边的润州 西边的采石集 都落到了大宋军队的手里边 对金陵形成了何为 那这个时候 南唐的国主李渝他在干嘛 此时大宋各路大军奇迹金陵城下 南唐国都危在旦夕 但是根据史书记载 此时的李渝却依然过着悠闲自得的生活 完全没有即将驳破家王的担心 那么为什么李渝会如此淡定呢 面对大宋的十数万大军 李渝究竟都做了哪些事情呢 当战火热火朝天地打起来的时候 李渝干什么了 两件事 第一件事叫填词作曲 李渝根本不知道大宋已经打过来 打到这个程度了 换句话说 就是李渝的手下的人 都非常爱惜他们的 爱护他们的领导 心疼他们的领导 唯恐领导知道这个情况以后 睡不好觉 影响领导生活 没告诉领导 南唐国主李渝完全不知道 采石鸡失守 不知道润州失守 完全不知道 他晚上 每天晚上 他陪着那个小周后 填词作曲 过那种有物 有风 有美女的小姿生活 过得有姿有味 白天呢 一件事 诵经 讲义 搞了一批和尚 搞了一批道士 又是佛经 又是义经 谈论的是义经 念的是佛经 天天在那 诵经讲义 白天搞研究 晚上搞宴会 搞音乐会 填词作曲的音乐会 他写完 小之后就唱 整个 金陵的防守 他完全不知道 文献记载了这么两句话 失破城下累月 国主 由不止 大宋的军队 把金陵 已经包围了几个月了 南唐国主 李渝 还不知道 他完全不知道 这是国军 这是国军 首将呢 首将比国军 更浑 当时金陵的首将 叫黄埔济勋 这是一个名将之后 黄埔济勋他爹 当年 守这个 楚州守清流关 是受了重伤 被后州的军队抓住了 给赵光阴打个仗 当时赵光阴还没有篡位 给赵光阴打仗的时候 受了重伤 被俘虏以后 为了不投降 他宁可 他拒绝治疗 最后不治疗 重伤而死 所以黄埔济勋他爹 黄埔徽 是一条汉子 而且是个硬汉子 但是他的儿子 实在是不行 当年他爹 受重伤打仗的时候 他的儿子黄埔济勋 就要逃 就要逃跑 临阵脱逃 他爹气的 拿这个兵器去 甩住要杀他的儿子 结果没有杀成 结果他爹 重伤被俘 最后不治而死 而他的儿子逃过去以后 因为他爹死于国难 他儿子被提拔起来了 作为精灵防守的总司令 那这个人 这个守将 他做点什么呢 他做了这么四件事 第一 叫阻恶士气 什么叫阻恶士气 就是泄气 拔气门心 泄气 他整天给 所有的将士们宣传 就那么两句话 北军强劲 谁能抵 北方的军队太强大了 谁能够抵荡他们呢 所以一听说 南唐的军队打败了 他高兴得不得了 看看 我说对了吧 就是打不过人家 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劝主归降 他不但不防守 不鼓舞士气 而且利用职权 让他的侄子 他的侄子叫 黄埔少杰 做寻简史的 他让做寻简史的 黄埔少杰 去劝南唐国主李渝投降 李渝不降 这个黄埔少杰 比他输 更恶劣 刚好那几天金陵 下冰雹 他说这是上天的意志 这是亡国的预兆 把李渝吓了半死 结果李渝还是没有降 第三点是严谨抵抗 黄埔继军对他手下 他手下有一个将领 准备组织赶死队 出去要打大宋的军队 黄埔继军直到以后 就把这一个准备 出去打的将领 给抓起来 打了一顿 关起来了 就是他完全拒绝抵抗 第四 封锁消息 他把大宋包围金陵的消息 不向黄 这个当时的国主 南唐国李渝汇报 他为了让李渝不知道 干脆就不见李渝的面 他平时绝不入宫 很少进宫 李渝召他进宫 他还推三阻四了不去 但这个事 毕竟作为国都金陵 被围了几个月 那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 李渝天天和小周后在一块玩 小周后虽然很漂亮 但是玩还有 玩兴进的时候 虽然找了一批合唱道士 在一块诵经讲义 搞得很热烈 搞得个学术研讨 但是也有说腻的时候 等到他玩得腻了 说了腻了 这个国主李渝就想跑到城墙上去看看 散散心 结果李渝登上城墙 往往一看 吓坏了 他看见了什么呢 史书记载了八个字 叫列寨城外 荆棋满野 整个金陵城外 全部是大宋的军营 到处是大宋的军旗 说明金陵城早就被包围了 这个时候李渝才知道 他上当了 然后把守将黄埔继勋 还有他的侄子 黄埔少杰 全抓起来杀了 杀过以后 史书记载了一个细节 很有意思 这些士兵们 听说这两个人被杀 高兴地每个人都跑过去 从他们的尸体上 割下来一块肉 吃了 史书的原话叫 军事争卵割起肉 倾客而计 什么叫卵的肉块 每个人切一块肉 士兵们对他们 这个蜀子两个极端不满 所以在李渝杀了他以后 把他们的尸体给分吃了 直到此时 南唐国柱李渝 才知道事态的危急 虽然处死了 误国的皇府继军书之二人 但是城外的十数万宋军还在 而且更要命的是 大宋军队还在 源源不断地南下 围困精灵的大宋士族 还在不断增加 那么面对如此困局 李渝还能有什么自救的好办法呢 到了这个时候 李渝才知道情况非常危险了 那李渝怎么办呢 李渝只有两个办法 第一 缓兵 他又想用他的老办法 他派了使者 带了许多珍贵的礼物 跑到大宋的国都 从今天的南京 跑到今天河南的开封 去见赵皇印 派了两个大臣 一个是江南才子徐璇 一个是 据说是一个 靠嘴巴就能够 说退大军的一个道士 叫周伟姐 派了两个能说会道的人 去找赵皇印 到那以后 这个徐璇 是一个非常善说的人 他给赵皇印讲了一番话 这个话呢 讲得很有意思 他这样说 李渝无罪 陛下师出无名 李渝没有错 没有罪 所以你的大宋军队 来打南唐 叫什么呢 叫师出无名 这是第一个 第二 就是他见到赵皇印以后 他说李渝是以小事大 他说南唐对大宋 就像儿子对父亲 好得不得了 你凭什么 去讨伐人家 说了好多 赵皇印就抓住 他这个父子 这个比喻 他说你见过 你既然说 李渝是大宋 像是这个儿子 对待父亲一样 那么我问你一句话 你见过父子两个 不在一家过吗 你既然以父子相比的话 那既然李渝就像儿子 那么大宋就像父亲 那何必不让父子团聚 成为一家人呢 这个续续 没话可说了 那个道士呢 更无能 道士就拿了十几封 李渝写的信 这个信的中心内容 是说 叫大宋退兵 不要打了 那么退兵 我答应你什么呢 我辞政 卸政养兵去 我养兵去 我不再做国主了 但是你不要把我给灭了 赵宏英一看 当然不愿意 这第一次去 没有弄成 缓兵无效 失败 那么李渝的第二个办法 就是救兵 这时候哪还有救兵 江西的湖口 还有十几万南唐的水军 所以李渝就紧急调集 这十几万水军 沿江东下 赶快到金陵来解围 特别要把彩石集 这个第一座长江大桥 给它毁掉 结果走到哪儿呢 就没有到彩石集 走到今天安徽的安庆 那有一个地点叫湾口 走到那儿 就被大宋的军队堵住了 堵住以后 这一仗打得很惨 也叫老天不帮忙 这个大宋是水军和南唐的水军相遇以后 南唐想了一个办法 他把前面的一些战船 把它点着了 然后让这个点着的战船 沿着长江顺江而下 想把大宋的水军的战船 给它烧掉 用火攻 如果要是顺风 这本来是顺水的 如果再顺风的话 这事还真能办成 但是这个风呢 本来是顺风顺水的 突然之间风向变了 倒过来刮了 结果倒过来刮了这个火了 不烧向大宋了 倒过来把南唐的十几万大军的战船 全烧了 十几万军队 顷刻之间灰飞烟灭 这老天不做美 十几万军队唯一的一支救兵报销了 报销以后 李渔没有办法 第二次派使者 还是这两个人 一个是江南才子徐璇 一个是道士 周围姐 叫这两个人去 又跑到开封 见赵黄印 因为这个战事拖了很长 见到赵黄印以后 这个徐璇就讲这段话 这段话的意思说 李渔对大宋 那可以说是尽心尽力了 这次你下赵让他进京 两次让他进京 他没有来 那是因为他有病了 有病没有去了 所以希望你们不要抓住这个 做个借口 缓兵 保全这一国 赵黄印的话说得很霸道 文献记得赵黄印这样 不须多言江南已有何罪 但天下一家 卧塔直策 其容他人憨睡乎 关键是后面 你不要再说 你们的国主礼于如何如何了 我自己的床边上 不允许别人在那睡觉 卧塔直策 其容他人憨睡 所以一定要把他灭了 这个决心定了 无法更改 这徐璇的劝授就失败了 这样一来 李渔其实面临了一个 十分尴尬的局面 援兵被灭 缓兵无望 只剩下一条路 投降 只剩下一条路 它已经成为一座孤城了 那么这座孤城 还能坚持多久呢 请看下集 李渔进京 公元975年的冬天 大宋攻占南唐都城金岭 李渔亡国 宋太祖离他统一全国的 最终目标又进了一步 但在灭南唐的过程中 为什么金岭被围长达九个月 大宋却迟迟没有发动总攻 为什么李渔明知救兵无望 仍死守孤城 次年 李渔被送到京城开封 宋太祖又会怎样安置他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王力群读宋史第一步 宋太祖第三世纪 李渔进京